赵琪 赵琪 海棠 没事吧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想把明天的路线 再做仔细一点 梦到张琪了 出门之前 每天我爸跟我妈提过一嘴 虽然没听听 但是我猜测 我爸一定要来 应该有个张琪有关 我出来前呢 我们家老头儿说 前几天张琪跟念乔他们 飞机失事 迫降在电溪野芒山 目前航校和机械厂 的确没有他们的消息 但是肯定不在日本人手里 没有坏消息 就是好消息 你也别太担心 对了 这一次 虽然有我和另外两位 随从保护你们 但是你和林先生 赤手空拳地去面对 那个钢山信仪 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 让你陪着我们一起冒险 我们才比较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跟张琪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替张琪保护她的小娇妻 那不应该的吗 她就觉得她是想上一个 我把这一切鸟基金带去 你和我这一切鸟基金带去吧 你觉得你还真是谁 你还真是谁 呀 我还真是一切的 是这个鸟基金带去吧 你还真是谁 我那些与你无关的受难民众 对不对 这次去救我父亲 我本想只身前往 虽说是孤注一掷 但我也是有七八成把握的 所以 如果遇到任何危险 一定要护好林先生 至于我 如果我完成任务 珍珠 可以让我加入你们了 加过蒙娜 过过富汤蹈火 追求高益 不仅仅只是男人的事情 我们女孩子也是可以的 我相信组织上会考虑的 好了 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赶几十里路呢 我跟林先生经常去考古 脚力可好了 你要跟上队哦 我要是男的 我也娶你 我们张琪要是听到了 可是不会同意的 你还没过门呢 就我们的 我们的 不害丧呢 是不是你 想不想我表哥 想 我说我 ARC